我其实是一个很好受骗的人 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容易相信别人 现在我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原则 该不说的我还是不会 那些方面什么绝对不说 你感情的事情太多我就不会说了 其他人都还好 其他人都还好 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尽量能满足你的需要 因为你会为你的职业而操劳 你有你的苦衷 我当时为什么台湾香港媒体不觉得我好 就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你们有你们的苦衷 我有我的苦衷 但别人就会说你傻 他们自己媒体也会说 哎呀你这你人实在太好 其实你不用这么直接回答也行的 我说哦这么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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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